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年的阿富汗战争如今已经成为美国和他的北约盟友最为头疼的难题之一 面对有增无减的死伤士兵和国内外社会舆论的压力 奥巴马政府一直左右为难 而就在此前 奥巴马振权换将 启用在伊拉克战争当中指挥出色的彼得雷乌斯 担任驻安美军最高指挥官 刚刚左马上任的彼得雷乌斯就提出了 要在阿富汗推行所谓的地方防卫计划 为部族地区的民兵提供资助 借助后者来对付塔利班武装 而这一计划却遭到了阿总统卡尔扎伊的极力反对 并且认为部族地区武装力量壮大之后 就会不听政府号令 甚至会反隔相机 使得政府难以驾驭 阿富汗问题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块烫手的山域 让美国进退两难尴尬不已 以让国际社会更加困惑 究竟这场跨日持久的消耗战要如何收场 今年6月是自从阿富汗战争 自2001年开战以来 美国主导的联军部队死伤最为严重的月份 驻阿富汗国际部队士兵有102人死亡 其中半数以上是美国士兵 创下2001年国际安全部队 进入阿富汗以来的月死亡人数最高纪录 进入7月份 塔利班武装分子连续发动自杀式恐怖袭击 和路边炸弹袭击 造成美军以及北约军队重大伤亡 到目前为止已有45名驻阿富汗联军士兵阵亡 其中33人是美军士兵 今年以来在阿富汗阵亡的国际部队官兵数量 已超过350人 这个流血的士兵是美国人 他刚被简易炸弹炸伤 由于塔利班采取路边炸弹偷袭 以及小规模埋伏策略 令美军防不胜防 美军伤亡人数不断上升 2009年驻阿富汗美军损失士兵 已经超过300人 迎接行动在地面太危险 大家都得乘直升飞机去 但直升飞机也遭到塔利班泡沫 虽然危险 但没有别的办法 因为所有的物质都得靠空运 如果他们在避免的避免 那是一件大事的事 那是一件大事的 那是一件大事的钱 那是一件大事的钱 这些士兵已经在炮火下度过了九个月 你OK? 一件大事给我跑到我 他们开始看 他们移向我 一件大事 他们俩在这些世界上 他们可能看我们 我们不可以看我 我可以看过 我可以看你 就要我准备 我可以接触两个手 HOLYSHIT 那是我可以接触 是庶空运 那是 lace 是的 party country four years do not fight against us and uh... we have a hard time countering them almost almost like what the russians ran into all the russians were here who standing around with this point 尽管奥巴马一再强调 阿富汗战争和越战根本不同 但是这两场战争 人们还是禁不住要做一些对比 有美国的军事战略家就曾经评论说 由于缺乏清醒的自我认知 在过去的九年时间 美国的阿富汗 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 几乎都在翻版越战 而如今 奥巴马政府似乎正在调整策略 做最后的努力 就在不久之前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奔赴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参加一年一度的 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 同时有包括70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的代表一同出席 共同讨论阿富汗安全 治理和发展的问题 然而讽刺的是 就在当天会议开幕前 喀布尔国际机场 就遭到了三枚火箭弹的袭击 造成数人受伤 也致使前来主持会议的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所乘坐的飞机被迫转将 这里是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今年7月20日 来自世界各国的高级别官员 以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等 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一堂 参加在这举行的 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 其中会议对外公布的一份公报 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公报称阿富汗安全部队 将从今年内开始承担 部分地区的安全职责 并于2014年底前 负责所有省份的安全行动 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 在会上宣布说 这是阿富汗自主领导和平 司法公正的转折点 并将分阶段让防护重任 从联军转移到自家的队上 我们在阿富汗里在阿富汗里的领导 我仍然判断 那我们阿富汗的安全保护 将在2014年中处理 全国党和法律的领导 在2014年中处理 这个时间节点的限定 其实我们倒觉得 是一个尽量满足和协调平衡双方 利益关系的一个平衡数 或者说是一个权益之际 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 就是美国有意地把这个时间 限定在2014年左右 这个时间的限定 是为了奥巴马准备赢得下届 总统大选 进行总统大选的再任 赢得一个最佳的时机 是非常有关系的 在大会上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还提出 要与塔利班武装进行和平谈判 而该计划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 而此前英国和巴基斯坦政府 就一直赞成与塔利班进行谈判 但美国始终对此持抵制态度